好,太好了 教育學生少讓你們一個都不行 法外可以講情 講情卻還要有理 我就把學生交給你們 希望高二次班 在他們畢業以前能夠奇蹟出現 變成前校的魔幻班 一定會了,校長 這個我可以擔保 我也敢擔保 好,好 那你們去忙吧 謝謝校長 沙古令,你等一下 我說老弟啊 你比那些學生還頑皮啊 校長什麼意思 你又給我和你自己得來麻煩 你知不知道啊 你是說我跟楊娃娃的事情 習老師啊,找我談過了 對這件事情啊 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不過呢 我也對習老師講一股爭執殺人的故事 我知道了 學校也要我辭職 校董會啊 下午要開會啊 我是擔心 校長,你放心 只要我自己問心無愧 我就會力爭到底 不單是為我自己 也為了楊娃娃 我是不會辭職的 對 好 白媽,你看他們嗎 他活該 誰叫大熊千愛做怪 到底好好的白人不做 跑去當什麼和尚 可是這樣子也好啊 他們對你的注意力都被他吸過去了 他們那些人就不會來鬧你了 我寧可他們來鬧我 我覺得他們應該去學習 如何去尊敬一個出家人 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聽到有一個和尚 變成讓我們尊敬的偉人啊 誰說沒有 唐三丈啊 唐三丈 他哪算啊 他竟然喜歡出八戒 不喜歡孫悟空 有事沒事 還要念緊箍咒去修理孫悟空啊 要不然還會吃他的人肉啊 他不算啊,唐三丈不算 那是故事啦 唐三丈上西邊群星 他的毅力和誠心多讓人敬佩 你應該敬佩他的 你幹嘛 我唯一敬佩和尚的 就是這一輩子他都可以不吃肉 不交女朋友 這我絕對做不到了 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談什麼和尚 你也不要去想 林真坤變什麼唐三丈啊 他不變花和尚啊 我同哥下來給你 我送你一個小禮物 你看看什麼 什麼啊 你仔細看啊 好可愛的小鴨鴨 我偷偷告訴你的秘密 我這次我找好幾種 核色菜鴨交配來交配去 我居然會發明出這種 全身沒有一根黑毛的小白鴨 台灣真的沒有這種小白鴨嗎 我聽我媽說 台灣省血產試驗所 宜蘭分所 在四年前就開始研究那種 全身都是白毛的變種鴨 聽說那種白羽毛非常珍貴啊 要塗很多 可是之前的不得了喔 可是有沒有研究出來不曉得 有啊 你不是就研究出來了嗎 你會變成半鴨大王耶 沒有啦 只是好玩消遣嘛 可是我下定決心 不管再來做什麼 我我就是不要再養鴨 再賣鴨蛋了啦 嗯 我就這樣決定了 我們班什麼時候來個和尚 你再看看那個和尚是誰 我彌陀佛 善哉善哉 班長 您進來可好 小聲公公 向您請他 我看你空空啊 你 林曾坤 怎麼會是林曾坤呢 你在拍電影啊 他不是在拍電影啊 他根本就是去當和尚啦 哎 昨天半夜突然跑到我家 差點把我嚇死了 他跟我說他是從和尚廟跑出來的 我看是瘋人院跑出來的 怎麼了 大俊先生 什麼事情看不開啊 我是看得過 不是想不開 我勸你最好不要跟他說話 要不然你也會瘋掉 林曾坤 你家瘋沒有關係嘛 你幹嘛想不開咧 去年瓶 未是瓶 今年瓶 今年瓶 史是瓶 去年瓶 有有利錐之地 今年瓶 利錐之地也有 這什麼跟什麼啊 你看吧 你看吧 我早就警告過你了 我懂他的意思 我看你也差不多了 你看 他說今年瓶 遺錐之地也無 就是說今年的瓶 跟去年的瓶不一樣 去年腳底還有著物 今年雖然還是很貧窮 可是身上也不著遺物 就表示他了無牽掛啦 他果然是差不多了 他果然是差不多了 林曾坤 林曾坤啊 我千雅腳去當和尚了 簡直不敢相信 大秋千 怎麼了嗎 你又終於回來了耶 太好了 我彌陀佛 善哉善哉 小真空空 向二位同學請安 大秋千 有什麼事你說嘛 怎麼會這樣子嘛 但願眾生得離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什麼啦 算了 算了 林鵝啊 先聽聽看你去台北 當歌星的禁聞吧 對對對 歌星當得好好幹嘛 突然跑回來啊 對啊 放位主手 不要隨便離開 蛋位真是 好了 閉嘴 人家沒問你 你以為你是乖師衣服的 我就是來度你 你度你自己就可以了 我們都比你正常啦 好了好了 麻煩 不要跟他說啦 快說 快說 不說也棒 怎麼了 我告訴你們 麗君啊 這台北好紅喔 好多人喜歡他耶 真的啊 當然是真的啊 我親眼看見的 入位如同三金夢 融化好比就月霜 欸欸欸 你爹爹哪 然後台北那個餐廳裡面 好 我覺得 曾芬說的才是真的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主任說的也對 我們應該先打好學業的基礎 才能到社會上去工作 因為我們書唸得不夠 所以人不夠充實 整個人還幼稚得很 怎麼能去適應 這麼複雜的社會呢 所以我決定 先完成學業 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 以及一技之長 等到以後 我有了賺錢的工作機會 我才能理智聰明地 去衡量 去選擇 去適應 去選擇 我彌陀佛 太好了 謝謝 蔡君 終於開竅了吧 不夠 不過你的開竅 不同林曾坤的開竅 我彌陀佛 一點點啦 好了好了 各位同學坐好 主委有話跟你爸說 死死死死 完了 快點休息 我很高興 蔡君 蔡君 跟林曾坤 又回到班上來面書了 我想 請大家現在鼓掌 表示歡迎他們兩個 謝謝 蔡君 這個掌聲 跟你在舞台上 聽到的掌聲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 溫暖多了 緊張添花的事情 並不是不能做 但是 雪中送炭 給人的關懷跟鼓勵 更具意義 舞台上的燈光 掌聲 我們稱它為捧場 給舞台上表演的人 關懷和鼓勵 我們稱為崇拜偶像 場面跟偶像 都是虛幻的 都會隨著時間的消逝 還有人的喜悟 而消逝 只有把光和熱 上不到黑暗的角落裡面 這種雪中送炭的精神 才是很久不遠的 主任說了雪中送炭的精神 指的是對於 出生於貧困的同學 所以我們要帶給他們 更大的光和熱 例如 楊娃娃同學 蓮花出於污泥 金玉藏於土石 對 銀鎮坤說了對 我們不能侵蝕人家的出生 即使出於污泥 它仍然是一朵蓮花 所以我們大家更應該欽佩 它出污泥而不然的堅強跟偉大 你們一定還記得 上個學期開學的時候 我跟你們大家說過 做人要像烏龜 你們也一定記得 孔老夫子說過這麼一段話 君子有三界 好 好 大自是 血氣未必 戒之在正 集齊壯也 血氣方剛 戒之在鬥 集齊老爺 血氣地摔 戒之在德 背得很好 我們現在就請杜嘉福同學 單獨背一遍 杜嘉福 我知道 背哪一段 你還沒老 就背前面兩段好了 哨子時血氣未必 戒之在兼血 會得平血 更多喝中醬湯 補血養顏 集齊壯也 血氣方剛 戒之在看打分 小心得高血壓榜經驗 你不能喝清涼去 我知青草茶也 這是孔老夫子說的嗎 不不不 這是杜老夫子說的 杜子曰 集齊老爺 血氣氣摔 戒之在當訓導主任 會被高二十班學生氣得去不去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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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爲,杜家福在餐廳裡面打架是應該的嗎? 那要看為什麼而打 主任,杜家福是因為要救我才打別人的啊 不論是什麼原因啊,都不准打架 有句話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 你們難道沒聽過嗎? 可是有句話 是可殺不可辱 這麼說,你們認為打架是對的,是應該的嗎? 我們也沒有說對啊,只是說像武俠小說裡講的 見不清一竹竅,一竹竅必為爭議 算贏 好,既然你們都認為這個架是非打不可 好,我就給你們看一樣東西 是不是又要拿什麼烏龜啊? 烏龜 這是我在念高中混太保的時候所留下來的紀念 我很幸運 在鬼門關口轉了一圈,沒有進去 你們現在看清楚,也給我記清楚 換作你們,可能沒有這個好運 烏龜遇到攻擊的時候 他還有個殼,可以把頭鎖進去 你們呢? 謝謝啊 欸,主任,你處罰了那個 蔡依君跟杜蝦福有沒有? 處罰了 欸,結果你怎麼處罰他們的 我雖然沒有責罰他們的身體 但是我卻重重鞭打了他們的心 讓他們終身難忘,不敢再犯 欸,什麼,什麼是鞭打了他們的心 什麼的什麼,我怎麼都聽不懂啊 我告訴你啊,馬組長 有道是,請山中之賊意,捉心內之賊男 六根頭上盡是賊,昭夜六時外排回 無視上街逛一趟,惹出是非卻問誰啊 蛤? 這個意思啊,是說人經常因為眼耳鼻 蛇身意,六根不夠親近 所以常常由內而外惹出很多禍端 身體的行為是受心裡的意念指使 所以呢,學生如果犯了錯 你光責罰他們的身體有什麼用 你要責罰他們的心 好讓他們心生警惕,由衷地悔改啊 這些啊,都是我班上的空空和尚叫我的 我,你,頭,頭,山菜,山菜 我,你,頭,頭,山菜,山菜